俗话说得好,夫妻本是同龄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,随着美国大选的尘埃落定,特朗普明显大势已去,就在他还在不断的挣扎之时,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要离他而去,第一夫人要和总统离婚,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许的荒谬,但也不是说不可能,毕竟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婚姻不合的传言一直都没有断过, 那么他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川普的风流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,一个有钱又能赚钱的富二代,川普从成名起就拥有模特收割机的称号,比如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凡娜,就是一位著名的时装模特,即便是认识川普之前就结过两次婚,但是姐们身材好又有颜值,照样迷得川普不要不要的, 两人在真是没有多久就不如婚姻的殿堂,川普著名的女儿伊万卡,就是出自伊凡娜的杰作,虽然伊凡娜不管是颜值还是能力都是上场,但依旧阻止不了川普的花心, 在伊凡娜为公司尽心尽力的时候,川普一听别恋,按上了另一名模特马拉,这段地下恋情闹得沸沸扬扬,川普为了自己这个小女友砸了不少钱,得到川普的宠爱,马拉就开始明目张胆向伊凡娜宣示主权,最终伊凡娜选择了离婚,虽然失去了爱情,但伊凡娜得到了金钱, 这首分的直接拿走川普千万资产,川普心疼不心疼咱不知道,但马拉成功上位嫁给了川普,还生下了第二个小公主,蒂弗尼,你以为拥有模特老婆,川普就会收心吗?你错了,在短短的四年后,川普还是提出了离婚,也是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梅拉尼亚,你现在看梅拉尼亚整天板着一张脸,一副生人物尽的表情, 但实际上,梅拉尼亚年轻的时候,也是美得不可方物的女神,她并不是美国人,而是出生在斯洛文尼亚,由于从小就长相出众,梅拉尼亚五岁的时候,就开始自己的模特生涯,16岁时已经能接广告拍摄,在当时人均年收入四千美金时,梅拉尼亚就已经得到了两万美金的收入,可这也不能满足她,梅拉尼亚一直都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, 于是离开了斯洛文尼亚,来到了纽约,并且认识了一个叫保罗的经纪人,而这个保罗和川普是好朋友,两人在一个派对上相识,面对美艳不可方物的梅拉尼亚,川普一见钟情了,不顾一切的上去搭讪梅拉尼亚,并想要拥有这个女人的联系方式,聪明的梅拉尼亚直接拒绝了,但同时她又反要了川普的电话, 这一举动多年后的梅拉尼亚也做出解释,如果直接把电话给了川普,那么她就是被动的,就成为了川普众多被胎中的一个,那倒不如反要川普的电话,看看她究竟会给自己哪一种号码,有时候男人给你哪个号码,能直接反映出很多问题,当然川普也没有让梅拉尼亚失望,没过多久,两人就高调的约会, 开始出双数队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,川普还为自己的新女友成立了一个模特公司,05年的时候,梅拉尼亚如愿嫁给了川普,举行了盛大的婚礼,梅拉尼亚光身上穿的婚纱就价值10万美元,不过和结婚前的大方不同的是,结婚后,川普钉下了协议,表示梅拉尼亚不能通过生孩子争夺家产,并且限制梅拉尼亚孩子的财产继承权,不难看出, 川普是被第一任妻子给吓怕了,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,让梅拉尼亚十分的不爽,在川普继任期间,这个第一夫人从不给丈夫面子,给川普制造的小尴尬成为网上的笑量,但其实在川普继任之时,梅拉尼亚就做出了一个小小的举动,当川普一家在07年搬进白宫的时候,只有梅拉尼亚和自己的儿子没有出席,川普急得着跳脚,直到和特朗普队会 婚前协议的修改达成了统一意见之后,梅拉尼亚才慢吞吞地搬进了白宫,这个时候就不难看出,梅拉尼亚不简单,自己想要的就要得到,她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,看似是一个花瓶,但若真的碰触她的利益,也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。 这可比不断换老公的邓文迪要厉害多了,之前就有专家给梅拉尼亚测过,若她和川普离婚的话,将会获得至少5000万美元的资产,就这还不待川普之后要给的生活费和抚养费。 而梅拉尼亚的儿子也会得到和特朗普其他三个孩子一样的财产分割,这一波怎么算都是写传,其实川普和梅拉尼亚是一类人,都是独立又有野心的人。 关于梅拉尼亚的野心,著名作家玛丽·乔丹曾采访了120多位接触过梅拉尼亚的人,创作出了一本她的交易艺术的书,书中主要就描写了梅拉尼亚从小模特到总统夫人的心机历程。 如果玛丽·乔丹书里没有说谎的话,那么梅拉尼亚和川普离婚不离婚就不重要了,她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,现在离川普卸任已经没有几天了,事情究竟会走向什么方向,我们吃瓜群众就只能坐等公布的那一天了。 她们想要继续做得更好的。 她们想要继续做得更好的。 她们想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家庭,她们想要帮助自己的家庭。 ! 是否有所在的